《地坊誌》 《地方誌》除了是一種歷史書 它也是一種地理書 我們自然暴淚用文字表達自然環境 引領多些讀者可以親身去感受 香港一個原生態美麗的環境 達至到保護這個環境 大自然不單止是書本上的數學公式 化學符號收紙的人員會去現場考察 當地的名山、河流、物產 親身體驗人類生活離不開大自然 貝奧河位於大嶼山南面 河水穿過貝奧村落 是一條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這條河叫貝奧河 我們現在的位置大概在海拔的30至40米左右 大家在現場都看到 其實水質都挺清澈 還有少許醬油的河流的地貌 例如有少許急流 有少許大石 大概這裡是一個原生態 比較少受到人為影響的一個山地的河溪 尤其是做自然暴淚 其實很需要一些現場的實地考察 去體驗香港的大自然環境 其實我們知道地方置 其實它除了一種歷史書 它也是一種地理書 上中油膠界 這個淨水位的水溫有26.7度 通常河流的溪水 大家摸上溪水是涼爽的 它是比空氣溫度低幾度 可能低5至6度 視乎日頭和晚上的溫差都不同 所以地方置作為一個比較權威的文獻 其實我們有傳統的方法 但我們也比較重視一些現代科學的技巧 去記錄香港的環境 由中上游步行十分鐘時間 就來到貝奧河中下游 在中游河段它的魚類 我們會多了一些叫做外來物種 可能是一些人為的放養 一些村民他們養一些觀賞魚 他們養完可能就放了一些天然的河道 這裏都是很接近一些民居 所以其實人為的影響就開始在這裏出現 除了講一些自然環境 一些自然的資源和食物生態這些內容 在香港這個歷史環境裏面 其實有人居住都有6000至7000年 其實都是一個人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旅程 我們在這個自然暴淚的一些卷木裏面 我們就會呈現這方面給大家看到 加牛香港主要有兩種 有黃牛、水牛 其實帶有一個特點 其實水牛亦都可以食用 所以在貝奧裏面 你會見到有些水牛 其實有些村民是從事畜牧行業去養的 亦都有一些是因為農耕的用途 而氣耕那些牛就會在野外流浪浪漬 所以我們會見到為何大嶼山有這麼多牛 我們背後就會見到一個祖墳 這個祖墳大概是有200多年的歷史 在清朝的乾隆55年去建立的 墳主是姓張的 其實背後都是一條古村 歷史最悠久的事族就是姓張姓 他們就是魯維村的一個開機組 其實他們是在明朝末年開機 這個祖墳其實是 因為姓張是客家人 他們是有一個叫二次葬的風族 這個祖墳就不是最原先葬他們的祖先 你看到他們開機大概過了200年之後 知道其實這個貝奧河 無論是在雨桂 或者在山洪步伐的時候 他們這個水位會上漲到哪一處 他們選到這個地方建立一個祖墳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祖墳這個地方 就不會有機會掩到水的 很多時候其實自然環境裡 都有一些人的活動 人類的聚居 他們在當地生活了很長的時間 慢慢從他們一些親身的感受 去認識到當地的環境 其實研究水位氾濫 是一些現代的水文科學的研究範圍 其實很多時候雖然不是經過一些科學的探測數據 但是村民裡面用他們的經驗 早早背背留下來的傳統智慧 也都可以認識到當地的環境 其實地方節是一個科學和文化的結合 希望就做到一個結合科學和文化的一個環境的介紹 現在我們可能會遠距離用望遠鏡觀察一下祖墳的情況 河口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個 鹹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 怎樣知道我身後這個河段是一個鹹淡水交界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橋段的位置 甚至河道裡面有一些石頭是有些蠔殼的分布的 我知道蠔粒或者學名叫卯麗 它是生長在一個鹹淡水 只能夠生長在鹹淡水交界的一個背內的生物 通常見到蠔的分布 我們會知道這個鹹淡水的地帶的分布去到哪裡 那麼通常水質越淡的地方 那麼蠔呢 蠔殼就會越細粒的 那麼大概你看到這個橋段的位置 那麼蠔都大概都有一個雞蛋那麼大 那麼其實它是海水潮漲的時候 那些海水可以入到現在這個位置 香港是位處一個這個珠江口的一個東岸 那麼有時候珠江水的時候 尤其是五六月雨季就落大雨 那麼很多珠江的淡水會湧下來 那麼同時呢 香港的東部水域就會受到一些太平洋水流的影響 那麼所以香港的特色就有一個 一個獨特的一個鹹淡水的自然環境 這裡你看到是水質的上算是比較清澈 那麼當然跟上游下游比 其實已經是水質就已經是差了的 因為都經歷過一些民居的影響 另外一條支流呢 其實它是經過貝奧有幾條村的 經過魯維村、新維村、羅屋村 那麼它是因為經過民居 那麼很多生活的廢水就會衝入河道的 越往下游你就會看到 其實那個受污染的情況是嚴重的 那麼其實這些議題 我們就會在我們的環境保護 和生態保育這個卷木裡面就會介紹的 那麼很多時候人類的活動 農業、生活、開發的環境 那麼會造成一些水質上的變化的 現在在貝奧的河口我們拿了一個水板 大概就比較貼近海藏的一個水板 那麼我們看到在鹽度計 其實它的指針呢 就指著大概這個鹽度 就是大概應該是12個PPT的 就是這個數據 數據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現在我現時的水體裡面 每1000克的水就有12克的鹽分 那麼測試水質其實有很多儀器的 那麼有些科學的儀器 它1.5萬元可以浸在水 同時看到溫度、酸鹼度 很多的指標 那麼我現在做法就是 先拿一個水板 然後就用一個試紙 就浸在水那裡 經過30秒之後 試紙上我們就看第一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就是pH 就是酸鹼度 對上顏色有幾格 近乎 它是深色6.2的 但又味道6.8的 其實是一個粗略的估計 可能是6.5左右 酸鹼度是6.5左右 這個就是酸鹼度的指標 微微的酸性 這裡就 由中游過渡到河口 終於來到貝奧河出海口 那麼這裡就是一個沙咀 我們大概看到 現在因為潮退的關係 水位比較低些 那麼在以前 尤其是大嶼山 沒有石碧水塘的時候 那麼水位其實是可以 給一些山板仔 好像譬如我們身後那些 小型的山板都可以 進到剛才那個橋 那個永安橋的位置 那麼其實 所以我們看到 因為60年代 開始大嶼山 開始起水塘了 那麼它在那些 上游的溪間 就抽走那些海水 那麼它現在的 河水的流量 其實就是少了的 所以好像大船都進不來 那麼慢慢我們都看到 一些人為活動 對這個環境的影響 那麼雖然是有些 村落發展 那麼有些魚農業的活動 那麼整體來說 我們現在身處那個 南大嶼山這個環境 然是香港的原生態 保存得 其中一個比較完整的地方 去到一個這麼美麗的環境 都其實可以 在現場那裡感受 享受到的 那麼其實 做地方置業的目的 其實我們雖然是文字 用一些文字去表達 一個自然環境 那麼我們都希望 透過一些客觀的數字 一些環境的變遷 一些歷史的變遷 那麼可以都引領多些讀者 可以親身去感受 香港一個原生態 美麗的環境 從而在現場感受 達至到保護這個環境 提升我們對這個地方的 一個歸屬感 真真正正正建立一套 我們真正的講的 本地意識 本土意識